大家好 我是光头小老师 最近读了一套游戏中的科学 本来是6到12岁孩子们读的书 但是我却读的津津有味 在这本书中介绍了许多物理小实验 比如剥皮和不剥皮的橘子放在水中会有什么不同 比如风筝为什么会噴上天 比如刀满水的杯中再放一枚硬币 那么水为什么不会移除 其实我们知道在生活中孩子们问题特别多 那家长有些时候也达不上来 比如切开的苹果为什么会变色 可乐和奶为什么不能一起喝 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有些家长也非常抓苦 好歹呢 这些问题的原理在我们这本书中都提到了 那么刚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 如果孩子在小学阶段就能读完这套书 到了中学之后它的物理化学一定非常棒 这套书是彩色印刷 既有科学小实验又有漫画讲解和科学知识 孩子们可以边玩边学 那么实验中的材料像纸杯啦 鸡蛋啦 鸡碗啦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可以找到 这本书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 它年龄跨度特别大 适合小学一到六年级的孩子们阅读 实际在这里呢 我也建议家长们 也可以好好阅读这本书 只有你懂得多了 孩子们才能对你更加崇拜 那么只有孩子懂得多了 学习才更加自信 所以游戏中的科学这本书 魅力真的是不小啊 那么最后我还要送给大家一句话 只有我们家长好好学习 孩子们才能天天享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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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